你吹头发的时候有没有烫到过头皮 是不是吹了好久也没有吹肛 特别是长头发 经常一吹就是十来分钟 我老婆经常会有这种困扰 因为一直使用的都是普通的吹风机 一个风扇一颗加热片 就组成了它们的结构 也难免会有各种很不好的体验 如果你也有一样的困扰 也许你会需要这些视频 我就是购买了一台高度吹风机 同时也是借来了几款 其他品牌的高度吹风机 来做一些横评 来看看目前的这些高度吹风机 到底如何 我们有没有更换的必要 那么点下头皮支持一波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几款吹风机 在高度吹风机的阵营 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戴森的HD08 最大功率1600W 售价2999 Lesson Pro最大功率是1400W 售价599 直白最高功率为1600W 售价599 然后就是追密 最高功率1500W 售价599 其中Lesson和戴森都是中空设计 看起来会更加科幻一点 它们的整体结构都有一定的相似度 底部进风 头部出风 其中戴森Lesson最密的底部进风口 都是有磁吸的防尘罩 都可以很方便的拿下来清理灰尘 值得一提的是 Lesson更是有能够反向吹风的一个功能 能够自主的吹出滤网里面的灰尘和发丝 直白都不太好拆 我也不太好忙里拿下来 前面的出风口的位置 4款吹风机都是采用磁吸的设计 如果有分嘴配件 就是可以很轻易的给加上去 这里就不一一演示了 而普通款式吹风机 在我这里就加两位选手吧 康夫的吹风机 最大功率2200瓦 售价80元左右 米家吹风机H101 最大功率在1600瓦 都还可以直叠 售价77 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就位 接下来我将从分速 噪音热量 操作 重量以及自清洁模式 来为大家测试各款吹风机的 一个整体性能 首先是各个吹风机的外观和操控 诞生的颜色上选择会很多 我手里的这个是红灰的配色 直筒的风动 操作起来也比较的齐全 开关热量分速 都有三档的调节 下面这个按键是一键冷风 Lesson的外观比较小巧 它的机身只有7厘米的宽度 短短的弯曲寒道 滤金的配色 在按键方面也是比较全面 热量分速的调节档位 选择会更加多一些 Dreambit这款看上去 有点像空心的 但实际是不通的 只是一个凹陷的设计 正蓝色的配色 分速调节两档的热风和冷风 控制按键也只有两个 以颜色来区分当前的状态 比起之前两个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 直白这个酒红色的配色 在操作方面也是有着 三级的调节按钮 也可以直接冷风热风的切换 在重量方面我们可以直接看图表 诞生的HD08370克 Lesson的344克 Dreambit的456克 直白的468克 而抛开外观和重量 看得一再 它们的分速噪音热量到底如何呢 与传统的吹风机对比会有什么优势 下面我将逐一的来测试 它们的最大分速 冷风状态和热风状态 也将记录它们出风口的一个温度状况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不测不知道 一测还真吓一跳 首先来说一下咱们的条件 直接使用脚架把分速仪给固定住 同样的吹风机也使用脚架固定 它们的距离控制样本统一 为出风口的25厘米 这个距离也和我们日常使用吹风机的 距离差不多相当 当然吹风筒的长度不一会导致一定的误差 在试试冷热风的同时 也会测试噪音的情况 然后使用温枪测试出风口的一个温度 测试得出以下的结果 米家的冷热风速都控制在10米每秒左右 但是在吹冷风的时候 它是会有余温 还是有比较高的温度 噪音为76分倍左右 康复的热风11米每秒 冷风10米每秒 噪音在79dB 但是风嘴的温度很高 有842.3度了 而冷风的温度也是有36度左右 而热风是所有的里面最热的一个 所以在使用它 在给我老婆吹头发的时候 就会烫到头皮 但是如果你不开最高档位 又吹得很慢 这就大概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 直白的热风最大为17.4米每秒 冷风为16.9米每秒 噪音控制在78dB 追密的热风在15.7米每秒 冷风在15.2米每秒 噪音是81dB 而Lesson的热风确实是很给劲的 来到了20.3米每秒 冷风是18.5米每秒 噪音则是75dB 戴森的热风是20.4米每秒 冷风为18.6米每秒 噪音控制在76dB 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确实高速吹风机的分速 会比传统的吹风机来的快的太多太多 特别是Lesson 它这个分速居然适合 戴森的差不多 比起其他的两位选手 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重点来了 螺空设计的高速吹风机 对比其他的吹风机 在风速方面确实会提升不少 而高速吹风机 比起传统的吹风机来 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最冷风的时候 它们可以很快的冷下来 而且不管是米架还是康夫 它们的出风口 在加热状态下都是很烫的 我的分速率最大限度是50度 而它们俩都吹到了温度最高的限制 这就是传统吹风机的一个弊病 而在噪音方面 虽然你可以看到噪音的大小 但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一下 噪音的具体音色 看看你是否可以接受 以下是这四款高速吹风机的声音实录 而如果我们要长期使用 那么肯定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进风口的清理问题 我们上面都提到了 其实这几款高速吹风机 都可以把进风口的罩子取下来 而且多数是磁吸 那么这样清理就足够了吗 之前我还拆过戴森 就是为了清灰还拆坏了 而咱们这里面的四个 就别说那个不太好拆下来的 剩下来的三个都是可以很方便磁吸的 而且Lesson还有一个专门的自清解模式 就是你光机长按五秒 它就会开启反方向的风 而且貌似会有一些特别的调教 这点就是其他的高速吹风机所没有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功能从实际出发很棒啊 经过这次的对比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都是结论 里面最惊喜的就是599的Lesson了 在我的测试数据里面 它的分速大重量轻 外观虽然和大声的一样 不过更加准确的说Lesson是航道 而且还更加小小 我使用它也有一段时间了 确实体验感真的很加分 而对于发型师或者说女性消费群体 造型的选择就更多了 长头发也可以放在航道里面吹 我也是刚用上不久 还有点不适应 不过确实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而其他的追密和直白其实也都很不错 毕竟价格上除了戴伸 其他的商款都是比较亲民的 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购买 但明显Lesson的性价比是挺不错的 是戴伸的三分之一 却近乎差不多的体验 这点是真的很了不起 还有直行结模式 而且这个价格在这里 它可以做到如此 就是使用了12万状的高速无刷电机 它的原理我直接放在这里 而Lesson的牛逼就在于 它掌握了高速电机的核心技术之后 制延了轴平衡专利电机 可以做到这四大块的特性 加工的精度是0.001毫米 分速高达60米每秒 动平衡1毫克 使用的寿命长达1600小时 这才使得它可以和业内的戴伸 掰手腕 如果你最近想换吹风机 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高速吹风机 虽然确实会比普通的吹风机贵一点 但相比前两年高速吹风机 动辄一两千的价格来说 现在你花三五百也可以买到了 我感觉也到了入手的时机 给自己一个更加良好的体验呗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高速吹风期 希望会对你的购买或者了解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期视频内容请务必点赞投币 让更多人看到喜欢的话 请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是你们的林飞 喜欢摄影会分享有趣的软件 会测评你们下方的产品 如果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或者软音用 也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点赞 投币 三连 这会帮助我敞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先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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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